本台消息 1月1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美国总统拜登互质贺信 祝贺两国建交45周年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中美建立外交关系 是两国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件 45年来 中美关系历经风雨 总体向前发展 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 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 稳定和繁荣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充分证明 坚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理应成为新时期中美双方的 共同努力方向 习近平指出 我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会晤 开辟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 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双方要认真落实 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成果 以实际行动推动中美关系 稳定 健康 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 我愿同拜登总统共同努力 继续为中美关系把舵领航 造福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拜登在贺信中表示 1979年建交以来 美中之间的联系促进了 美国 中国和全世界的繁荣和机遇 我致力于负责任的管理 这一重要关系 我期待在我们的前任们 以及我们多次会晤和讨论 取得进展的基础上 继续推进美中关系